這個單元我們討論交通流量的變化 首先輸入的是AV 那我們就寫在這個AV這部分 接著變化的是EFG 那我們就可以寫出來 這是我們剛才算出來第一個關係是 AV變成EFG的部分 再來變成MNP 那就是這個EFG 變成MNP這個第二組的關係是 最後一個STUV 那就是由MNP 變成STUV 這是第三個算式 這裡表示的是 任意連續的兩個階段之間的一個關係式 那如果我們想要了解比如說AV到MNP 如果我們想要了解AV到MNP的關係 或者AV到STUV 跳了兩個階段的關係 事實上我們可以藉由矩陣的運算的方式 把它再繼續的計算下去 好如果我們想要了解AV變成MNP 變成MNP這樣的一個關係式的話 那我們首先就把AV跟EFG這個關係式先寫出來 這是我們剛才導出來的第一個關係式 這是我們剛才導出來的第一個關係式 還有EFG 變成MNP 這是我們剛才導出來的第二個關係式 所以從第一個關係式我們知道EFG跟AV的關係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帶入第二個式子 所以EFG這個向量 它就等於0.3 0 0.140 0.56 1 乘上AB這個向量 也就是把這個3x2的矩陣乘上2x1這個向量寫在下面 然後如果我們想要了解AV到STUV這個的關係式 那我們可以藉由AV變成EFG EFG變成MNP 以及MNP變成STUV這個 三個階段的關係式把它算出來 那最後一個階段的關係式是 STUV跟MNP之間的關係 這個關係式我們剛才已經推導過 那就是0.5 0 0.5 1 0.6 然後0 0 0 0.4 後面一個矩陣是0.30 0.140 0.56 1 然後最後是AB 接下來我們可以把前面這兩個矩陣先把它 運算一下 這是一個4x3的矩陣乘上3x3的矩陣 那算完之後應該是會變成一個4x3的矩陣 那經過一些計算之後它得到的結果就是0.6 0.3 0.18 這是第一個橫列 再來 0.1 0.2 0.12 這是第二個橫列 再來 0.075 0.15 0.21 這是第三個橫列 再來是0.175 0.35 跟0.49 是第三個橫列 同理我們可以把這一個4x3的矩陣跟3x2的矩陣做一個運算 運算完之後就變成一個4x2的矩陣 那所獲得的結果就很複雜 就是0.3 378 0.18 0.1252 再來 0.12 再來 0.1611 0.21 以及0.3759 以及0.49 0.18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導出 A B 到 ST UV 好我們可以舉例來說 如果 A B 它的流量分別是1000 跟2000 那我們根據剛才那個關係式 所以 EFG 就是這個 1000 2000乘上 前面這個3x2的矩陣 然後經過一個計算之後 你會發現前面這個是300 140 跟2560 那代表的意思就是 E這個流量是300 F5是140 G是2560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同時 繼續算下一個階段 MNP的 結果 那所以 MNP跟EFG的關鍵 EFG就放在這裏 300 140 跟2560 然後經過上面這個矩陣 運算這個算出來 這是150 然後1826 跟1024 同樣的第三個階段 STUV 那它跟MNP的關係 就是這個 然後把MNP代引去 150 826 1024 然後經過計算之後 可以算出來 這個結果是 697.8 再來 356.2 再來 581.1 以及 1355.9